台北捷运木炸机场车来速正式启用 一大早就涌现了大量的排队车潮 也出现插队乱象 台北市长柯文哲认为 新智上路的第一天总是会卡卡的 相信很快就会改善 不过看到台北市确诊数比前一天还低 新北则飙升到1.9万 柯文哲研判可能已经有确诊黑数 视察捷运木炸机场车来速 台北市长柯文哲确认动线规划是否完善 虽然上线第一天车潮塞爆也有插队乱象 但只要有挂号 最快五分钟就能完成问诊 裁剪和领药 目前PCR量能每天800个名额 第一天都会有点卡卡的 但是你放心好了 我们台北市政府是一个应变很快的团队 我相信这个地方文山分局的交通大队 马上今天就会开检讨会了 明天的交通就会更顺 你放心好了 那我们目前的规划是 我们在上午跟校各服务400人次 那才预约300人次 现场开放100人次 只是对比前一天确诊数破万 5月11日只新增8265例 疫情看似趋缓 但柯文哲认为数字应该已经黑掉 很可能是PCR量能已经赶不上确诊人数 或是太多外县市民众涌入 导致PCR量能吃紧 事实上台北市的医疗系统 不是只有做台北市的 事实上我们从 那个四北科的车来速你知道 因为它方便你知道 大概有超过一半 户籍不是台北市的 所以现在问题是这样 它外县市到台北市做检查 那还是台北市的实验室在帮它做 可是它确诊以后 它是报回各县市的 至于中央要求各医院 开设30%防疫专责病房 台北市已经达到20% 柯文哲表示 目前还有776个空床 按照目前速度 10天内不会有问题 会是疫情状况且战且走 确保医疗量能 记者游祥廷台北采访报导 从即日起居家隔离 自主防疫居家检疫三类对象 只要快下阳性的及视同确诊 预估视讯门诊需求量 将增加5到10倍 北市联谊网站已经投入因应 至于快篩羊 是否该给抗病毒的药物 市长柯文哲认为 试涉健保跟法律问题 认为高风险族群 或许可以优先处理 主张快篩羊就给抗病毒药物 台北市长柯文哲认为 从快篩羊到官方PCR确诊 间隔大约4天 但有症状发病超过5天才吃药 效果会很差 但新冠肺炎用药昂贵 又涉及健保法律等问题 或许高风险族群可以优先处理 这个药应该是 一发病越早吃效果越好 你说拖到5、6天的吃也没有意义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应该是高危险群的吃 也不可能说全面开放吃 至于即日起居家隔离 自主防疫 居家检疫三类对象 快篩羊视同确诊政策上路 预估视讯门诊需求量 可能增加5到10倍 北市联邑各院区也开设门诊阴影 呼吁民众把资料备妥 才能加速流程 拜托各位一定要把自己的 这个检体准备好 那检体上面要有姓名 以及你的日期 并且呢跟健保卡合照 这是第一个通关的要件 那第二个呢 那么准备剪刀 那准备把它剪掉 另外在妇幼院区开设的 亲子儿童防疫门诊 原本是18岁以下 可以预约挂号 即日起限制年龄12岁以下 希望能保留更多儿童裁减量能 让资源运用更有效率 记者邮祥廷 台北采访报道 台北市警察局 市林分局接获献报 一名男子与另外两人 发生车辆维修纠纷 竟然聚众殴打被害人 并强迫签下本票恐吓取材 警方缤纷多路在双北市 逮捕了四名嫌犯 瓦解这个暴力犯罪集团 决案一组织犯罪恐吓取材等罪嫌 移送法办 警方持搜索票 缤纷多路前往新北市巴黎区 台北市内湖区 逮捕张姓嫌犯和三名同伙 原来张姓男子与另外两人 发生车辆维修纠纷 不但率众殴打被害人 还要求支付上百万车辆维修费 以及租车费 拖车费等不明费用 强迫被害人签下本票恐吓取材 被害人到岛以后 张姓旗帅首相成员 拖车并控制行动 其强迫轻易三百万及一百万本票 除了所找高额的维修费用上百万外 并巧立租车会 拖票会等明目 警方逮捕四名嫌犯 并在现场起出瓦斯枪 电击枪 拐杖刀 小型十字弓 棍棒 辣椒水等证物 彻底瓦解这个暴力犯罪集团 全案也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 恐吓取材等罪嫌 移送士林递检署侦办 记者曹登华台北采访报道 投资理财小心诈骗陷阱 刑事局破获一起假投资真诈财的案件 嫌犯在社群软体刊登广告 谎称可以破解博弈游戏的网站保证获利 诱骗民众购买游戏点数 等到被害人想拿回获利遭刁难 才惊绝受骗 警方调查发现被害人很多都是全职家庭主妇 原本只是想赚个外快 没想到却遭到诈骗 大批远警破门攻坚 特定嫌犯趴下 随即上靠逮捕 警方掌握情资 黄姓主贤设立诈骗机房 在网路刊登投资广告 标榜保证获利 诱骗民众加好友投资 不少人砸钱购买游戏除资金 却写本无归 该诈骗集团 信以同姓主贤为首脑 指挥旗下成员进行网路转帐 及诈骑车手 取款 洗钱等办行 经手的征还 涉及假投资 假冰警等诈骗手法 不法索得运薪台币千万元以上 警方调查发现 诈骗集团谎称 可以破解博弈游戏网站 要求被害人照指示购买除资金 等到他们想拿回获利 遭嫌犯推托才惊绝受骗 警方调查发现 有不少被害人是家庭主妇 损失金额超过一千万元 查过主刑王某的 十七名犯刑 现场查扣 手机 电脑主机 荧幕 笔记型电脑 能够账户 存折金融卡 及现金新台币 87万元等张证物 全职妈妈原本想兼差赚外快 没想到却被诈骗集团洗劫一空 欲哭无泪 警方呼吁 民众投资理财 还是要循正当管道 以免得不偿失 记者邱世民 台北采访报道 台北市政府积极推动 智慧城市发展举办智慧台北创新奖 增奖活动 今年共有11项提案获奖 包含了捷运提供快速便利的行动充电服务 市场实联分流管理等等 希望能够透过公司协力提供便利服务 行动电源带着走 搭捷运不用在定点充电 而且可以假地界以地环 同时是用各种手机型号 解决手机没电的燃眉之急 可以像U-Bike一样假地界以地环 所以民众在出街行动电源 或充电的过温当中 不用在原地等待 手机功能强大成了生活必需品 像是之前进到市场要扫食联制 有业者研发一站式服务 不用分配额外人力 一台机器扫描 两体温到喷酒精一次到位 降低病毒散播风险 那我们有了这样一站式的设备之后 它可以做实联制 然后实联制工具有很多种 可以用身份证 然后可以用台北通 可以用绑定台北通的悠游卡 然后做完实联制之后 再进行做这个测温 然后酒精 这样一站式做完 那其实防疫的人员 它就可以一对多 民间企业研发数位科技 在工部门进行试办 台北市政府举办 智慧台北创新奖提案计划 共有11项提案获奖 不少研发成果在各场域 得到良好成效 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选拔 然后让做得很不错的 这些案例 能够透过这个展示的机会 也让民众或是 其他更多人可以了解说 台北市智慧城市 在做的案子到底是什么 然后透过也帮我们的产业 去promote他们的solution 透过公司部门合作 进行创新突破的验证 市府整合资源打造智慧城市 提供更便民的生活服务 记者邱世民台北采访报道 至于双北地区有哪些最新的活动消息 请看我们的生活看板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